现场视频显示 从重庆往其江下高速的民众 都被强制要求做核酸检测 不做 不准走 高速路口出现排队长龙 还有从宁波返桑的民众 被强制要求重新做核酸 在安徽荡山车站 很多人滞留到深夜 也是被强制要求做核酸 车站工作人员27号向记者证实 外地人一律重新检测 做完才可出站 北京市民田女士表示 地方政府本身就是土流芒胡来 她住的地区没有官方疫情报告 但是居民都得做核酸 中国管人在世界上最牛的 她管人以外真的都干不好 另外一些没有疫情报告的地方 也传出变相强制核酸检测 哈尔滨市民邓女士认为 政府给核酸公司创造业绩收入 新唐人记者雄斌黄宇宁采访报道 就这么几个人啊 我在找洋站啊 我会发送去的